大家好 首先歡迎各位參加 麗麟我們世界珍寶 建賞大會的現場 今天的现场来宾都各有专业 而且都非常非常的厉害 首先我们先邀请一下 珠宝设计大师贝蒂姐 欢迎贝蒂姐 大家好 新年快乐 好 来 贝蒂姐 好好的来说一下您这一身的行头 来 先看一下您的那个项链 这项链您自己设计的 这个项链跟这个 这个就是自己的那个粗浅 粗浅 粗浅的设计就已经设计得那么华丽 是吗 那是相供师傅相得好 你知道吗 那个贝蒂姐刚来上节目的时候 就马上拿出她的设计的这些手势 给大家来看 看了以后她告诉大家说 这东西超大 是吗 是这样吗 初代了 不值钱的东西 不值钱 我一生最贵的 你看我们所长都不可自信了 你知道吗 天啊 你实在是太雍容华贵了 我很感谢 很感恩 上天给我这么有福报 让我有健康的身体 让我能够穿青带鱼 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这些珠宝都不算什么 最重要的就是这些东西 都是贝蒂姐自己设计出来的 而且贝蒂姐很厉害 过去的话纵横演艺圈 现在的话不得了自己琴棋树画 样样都精通 上次来节目的时候 你说你会画画吗 你看你现在珠宝设计 珠宝设计听说您是到香港去学的 是不是 这个珠宝的那个钻石的鉴定 是在台湾 然后设计是有一位比利时的老师 我们在香港跟他学的 对 所以对于珠宝这件事情的话 贝蒂姐再熟悉不过了 所以他今天也带来了 价值连城的珠宝 除了他身上所佩戴的这些 是自己设计之外 另外他也收藏了一些 非常有价值的珠宝 待会我们好好来看一下 接下来这位也是大师 他是这个珠宝的买家大师 黄健杰 不敢当不敢当 其实在贝蒂姐旁边不敢说大师 你也吃了欧白 也吃了欧白花钱 去买得很广 你大概都收藏哪一些 我收藏天珠还有字画 还有木雕都有 那珠宝呢 珠宝一部分 男生喜欢珠宝的会比较少一点点 通常男生会收到珠宝的话 不外乎就是怎样 要不然就是送给女朋友 要不然就是人来督笑 对 也是送给妈妈 送给兄弟姐妹 其实你要有智慧的话 应该要收藏我 真的… 来得及吗 现在还来得及啦 快点 大家快点报名 刚才贝蒂姐来的时候 马上拿一个戒指 戒指呢 戒指跑到哪了 戒指 刚刚有一个戒指 马上就把它拿给所长了 说所长这块这块 这块让你担一下 是… 我那个所长很害怕 怕带了这一个来 带了这一个戒指 你看这个也是贝蒂姐所设计的戒指 你看 这个最…第一个设计啦 好 那个时候老师说你们自己画一个图 所长都好担心说带了这个戒指以后 会不会就把贝蒂要给娶回家了 我问过这个所长 我说你会离婚吗 因为我觉得这个男人 你看她脸红了 你看 我不但不会 我儿女成群的 不会了 所以如果娶贝蒂姐 也可以把她所有的珠宝全部带回去 接下来呢 我们要欢迎的就是我们的 珠宝玉石鉴定所的所长 黄杰琪 黄所长 花伦哥 欢迎您 嗨 大家好 好 首先我们先欢迎贝蒂姐 贝蒂姐的话呢 通常出去的时候呢 这个首饰基本上呢 就一定会佩戴着 即便是吃一个面 到面摊也是一样这样子的打扮 所以呢 如果呢 那您在这个路边看到贝蒂姐 如果这样子在吃面的时候 你不要觉得很意外 因为呢 这些对她来讲的话呢 都是小案子 家里面的珠宝塞是太多了 不是 不是这样子吗 你上次来就是这样讲的啊 不是啦 就到市东市场逛街 就会这样子啦 市东市场是很高级的市场 我跟你讲 这个睡觉当然不会带的 但是我告诉你 我有个朋友睡到半夜起来 他还要起来上个洗手间 他还要插个口红 这个就更严重 那是插给自己看的 不… 她说她先生如果一转身看到她 你好像林青霞 那会吓坏啦 好 来 但是我们刚刚 除了刚刚看到贝蒂姐身上的 这些自己设计的一些珠宝之外的话 那贝蒂姐的话收藏也很有一套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好 首先呢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一个呢是这个翡翠的马鞍戒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翡翠的马鞍戒 好 贝蒂姐这个是 当时是怎么来的 也是喜欢然后就买了 因为它的马鞍很肥很厚 我喜欢的东西都是比较大件的 或者是没有雕工的 可以手盘的 这是我最喜欢的 你当初买来的时候就是 就是戒指吗 我自己乡的 我自己乡的 这个也是自己设计吗 对 这个好像很公式化的东西 很多都这样 因为马鞍的就是这样子 对 马鞍就是这样 也没有什么好那个 OK 好 来 我们请所长帮我们看一下 当时买这个戒指的时候 是买多少 那个时候这样子下来 大概差不多30万 就是连整个乡工 还有旁边的税钻这样子 总共30万 那光是那个马鞍的这个翡翠呢 马鞍那个时候买大概差不多有十几万 十几万 将近20万 可是女生买这马鞍 是不是比较少一点 大部分是不是男生 我大概比较喜欢中性的东西 所以我喜欢买这样的 我这种东西收很多 而且我发现贝比姐 你喜欢大的 对 你是不是买珠宝有一个原则 就是要大 好像比较保质 我不喜欢买那种碎碎的东西 待会我们好好来问一下 是这样子 这是内行 买任何珠宝就是要大 一定要大 是 大才是保值的 这个也是缴了学费来的 一定是 你有被骗过吗 我是没有被骗 好像也有 我在香港都在广东道逛 广东道就是很 广东道还放在口袋里面 讲价钱 对不对 很好玩 两个人手摆在口袋里面 摸手 摸手 对 那这样子摸的话 你摸得出来 有啦 那个时候 他们有自己的手势 对 都有他的手势 好 我们请那个 但是这个是行家在做交易 对 好 这个当时是买三十万 马恩借买多少 不是 光是那个肥萃买多少 那肥萃也要一二十万 一二十万 所以现在这段时间很贵 你刚刚说箱多少钱 整个箱差不多要十万 箱签起来十万块 肥萃大概是二十万 那所长我们就一起估 一起估 好 目前市场上行情价 是多少 请见价 六十万元 恭喜 谢谢 这一个会好的理由是在这里 你看 贝蒂小姐刚才讲得没错 就是它要厚 有没有 这一个它够厚 大部分的马恩借 都是它有一个弧度 可是就是薄薄的一片 对 那那个就不值钱了 好 就差距 离这个相对就差很多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这个马恩借呢 如果我们从正面看 它颜色很正 颜色很正 只是说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讲 就是还讲它的缺点 缺点就是 现在的马恩借 比较没有那么流行 在以前 这些都是以前流行的饰品 就是它要做成这样 现在如果我有一块原石的话 我要做一定做成淡面 对 对不对 现在都是做成淡面 如果这个石头做成淡面的话 那如果它能够做成淡面的话 那可能 那上百万以上 对 它的材质可能还要再更大一点 对 要再大一点 对 它应该是取它的长条的这个绿的地方 但是你如果要宽的话 它的绿可能就又不足了 以前是这样子 因为以前这样子的马恩非常流行 所以呢 如果我有这么大一块绿的话 它就有可能做一个 两个 做两个下来 或者说它绿的颜色看怎么分布 它都有可能 因为以前这样子的商品 叫做流通商品 对 这样子 珠宝玉石有一个重点 就是你要做一个东西 一定要做一个流通商品 如果你做的不是流通商品 比如说只有你自己喜欢 那可能就是你自己保留吧 你以后要再卖出去 会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是在当时的 流行的状况之下做的流通商品 可是流行时间过了 现在要的是淡面 但是被贝蒂姐这样一设计的话 这个戒指出塞的 其实看起来的话 也还是蛮漂亮的 那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请贝蒂姐来 贝蒂姐你要不要戴一下这个 贝蒂姐其实 您戴这个我觉得非常的合适 你看 它是属于比较就是那种太太 胖胖型的太太戴的 比较富贵 对 富贵 但是就是我的手指头 好像要戴比较大件的 如果戴小小的 你大还不够大吗 是够大的吧 这样是可以 可是我有更大的 我有更大的 就是说 很漂亮的 这个就已经很漂亮了 它这种绿的话 你其实像贝蒂姐今天穿这样子的话 它戴那个绿的话 远远的你其实就可以看到那个绿了 那个绿其实是非常的亮的 所以这个值应该算是非常不错的 它的质地还不错 它的质地还不错 质地非常漂亮 然后浴室也蛮温润的 只是说它还不够 只要台湾还不够更赖 更赖 更赖 当然跟价钱有关系 对 价钱有关系 那就再往上跑吧 但是这个就是说 你不会赔本 不会 保值 如果您刚才讲的金额 事实上你已经赚钱了 30万 现在涨到已经涨一倍了 60万了 好 来 这一个是翡翠的马鞍戒 现在已经价值60万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套组 这是一套的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戒子 然后再加上一个坠子 这样子 那这一个叫做碧席套组 那这碧席套组的话 您当时是怎么来的 我觉得红色是很喜气的 它这个有一个是砖红色的 有一个是玫瑰色的 两个颜色不太一样 也不太一样 这个是玫瑰色 这是砖红色 这玫瑰 对 然后这个颜色 因为它这个 其实碧席跟红宝一样 它里面都会有杂质 很容易碰碎 那如果有面积这么大的话 我觉得这个也很难得的东西 没错 好 来 我们请所长帮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碧席 然后呢 这个也是自己设计的 这个香一香 这个是流线型的 流通型的相公 所以你也是买那个 你也是买它的 对 我没有香 裸实 就是买裸实 对 所长现在正在帮我们看 这个内含物 好 我再看 如果我们看这个荧幕上面 你就会看到很明显的 这个叫水液体 就一点一点 一点一点的 这些都是水液体 好 这些都是水液体 那我们看到了一个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我把它的角度要挑出来 好 看这边 有没有看到像症状物一样的 一丝一丝的上面 是 这个地方吗 对 这边一丝一丝的 有没有看到这边一丝一丝的 对 这个不但是确认它是天然的 还是确认它的产地 产地啊 对 这样子就可以看得出来产地 对 这个是可以看出来它的产地 这个就可以确定 我们再来看一下 因为这是一套的 我们就一起来看 那贝蒂姐 你那时候这一套的话 这个裸 都是跟同一个人买的 是不是 对 同一个人买的 跟同一个人买的 是 同一个人买的 对 然后这个裸 同一个人买 然后买的价格有没有一样 不一样 一个是砖红的 一个是 不一样 玫瑰红的 但是因为它的那个 戒指的颜色是有五十几颜色 然后那个椎子好像四十几颜色 所以它的重量不一样 它的价格也会不一样 对 而且它的层色不同 我想产地的价格也是不一样 那当初买怎么贵 那当初买也是 咬起来 这样两行咬起来 差不多要... 差不多也是要... 要... 莲香工喔 现在... 后来才香的 差不多也要... 三十几万 三十三 两个加起来三十几万 也是要的 那当时的... 那是莲香工嘛 莲香工 好 好 现在看到这一个呢 我们这荧幕上面的呢 也就是... 它也是一样随意体 可是你就看不到真状物 就是刚刚那一丝一丝的 对 刚刚那一丝一丝的 这个上面是没有的 所以这两个地方 是不一样的地方吗 对 这两个 就是指它的产地 就是不一样了 这是第一个 那... 第二个就是 它两个都是必喜 是没有错的 是 好 可是我要... 我要跟观众朋友说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 刚才说是套组 如果我们镜头拉近看的话 它其实不成套了 所谓的不成套 就是说它的颜色 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有没有 色差 有色差嘛 你会看到 像这一个的话 是属于比较桃红色 这一个 这一个属于桃红色 玫瑰红 对... 那这一个就是... 我们贝蒂小姐说 比较砖红色 这两个颜色不一样 所以颜色不一样呢 通常我们就会把它分开来做 做见底跟见价 OK 好 那我们先来看戒指好了 好不好 好 我们先来评估一下 这个币锡戒 好 币锡戒的话 戒指是产自... 这个戒指呢 产自于巴西 巴西 这个是巴西 那一个呢 那个坠子呢 是产自于马达家式架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巴西的这一个戒指 巴西这个戒指 目前市场上行情价是多少 请见价 40万元 你光是那个戒指 就已经赚回来了 这样子 我说一下 这个戒指呢 这个石头 我说的是全部 这个戒指 大概是在八万块钱 这个戒指 这个石头 大概是三十二万 必须那么贵 必须那么贵 你还记得吗 光是这个的话 这个那时候买裸石买多少 就是裸裸石 要十万嘛 要要要 要要 我说明一下 这个石头呢 它之所以会值这个价钱 有两样东西 必须最主要的就是红色 对 红色跟蓝色是两个颜色 它是主色 最主要的 对 最主要的主色 那这个是它最主要的颜色 你看喔 必须这边有好几个颜色 你可以看到有红色 有粉红色 这边是蓝色 猫眼跟绿色 还有黄色 不过必须 买必须的话 一定就是红色跟蓝色 这两种 那通常必须的猫眼会比较差一点 所以我建议观众朋友 如果要买必须 就是买红色第一 蓝色第二 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标准的 我们喜欢的红色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因为它很大颗 这一颗的尺寸够大 所以它会到这样子的金额 谢谢 所以您那个法则应该是可以通用的 然后就是要大颗 对 要大颗 要大颗 品质 然后再加大颗 它的价值就是相乘的效果 好 来 接下来的话呢 接下来这一个的话是 马达加斯加是不是 这个是巴西 这个是马达 不是 这个是马达加斯加 那个是巴西 对 那个是巴西 所长 这个马达加斯加 也产很多的什么 有色宝石 其他的有色宝石 对 也很贵的 也很贵的东西 基本上还好 那我们说一下 亚历山大就是逆地产 不是 亚历山大 那是指变色石 变色石是产自于斯里兰卡 只有一个地方 叫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不是红宝石吗 不是 红宝石是在缅甸 缅甸 对… 像是蓝宝石也蛮多的 蓝宝石 跟新闻的 好 来 我们来评估一下 这个是马达加斯加的这个 避袭 罪子 那目前市场上 行情价是多少 请借价 13万 怎么差那么多 对 这两个 因为完全不同的东西 所以巴西的比较好 当然是巴西的比较好 来 我们再比较一下 差很多 你看两个的颜色 就差距了十万八千里 你看两个 这一个的颜色 你可以看到有桃红色的 对… 有没有 这一个呢 它就属于砖红色 这样子 观众朋友要记住一件事 这种砖红色就是褐 简单地说就是褐色 那我们珠宝 这种褐面 这种就是有这样子 像钻石一样 这样的褐面的宝石呢 比较怕的就是灰色跟褐色 灰色跟褐色 灰跟褐色 灰跟褐是我们不要的 那这一个呢 显然这一个呢 是有褐色 那这一个是桃红色 所以这两个有很大的差别 架叉就叉出来了 所以你可能看 对 你可能看会觉得是 只差一点点 就那么一点点 珠宝就是要比较 如果把两个摆在一块比的时候 它的好坏马上立变 我本来刚刚看的时候 以为这个墊子应该会比较贵 因为就按红宝石 这样子来看的话 不是颜色越深越好吗 不是 它的颜色 钻得蛮讨喜的 但是钻中有带一点褐色 就是您是专家才看得出来 我们还看不出来 有的人就是 有的人当然 有的人就是自己有自己的喜好 那我还是要回归到就是 它是不是一个通货 就是说在保时学 有保时学的一条线 它的标准是摆在那边 它有一定的通货的标准这样子 所以还是要红色或者是蓝色 那这个红色就不能到钻红色 不能有带褐色这样子 我们希望是淘红色 好 币锡现在的 目前的一个市场上面的一个价格的话 其实也是涨得蛮凶的 对 对 币锡 因为为什么 因为红宝石涨价 红色的宝石涨价 绿色的宝石都涨价 那以前这种币锡 如果说二十年前的话 这样子的东西大概 就差不多在十五到二十万之间 那现在不一样 都涨价 没错 其实币锡的话 在中国里面的话 有一个人非常喜欢币锡 那这一个人就是慈禧太后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慈禧太后她其实这个所珍藏的一个币锡 有很多的说法 而且这个币锡至今是一个谜 为什么会是一个谜 那慈禧太后是在一九零八年的时候 后来葬在那个东陵 那到了这个一九二八年的时候 孙殿英没有想到去搜刮 这一个慈禧太后的陵墓 把那个陵墓全部都打开来 其中据传她就夺走了 慈禧太后里面的这个币锡莲花 因为 来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慈禧太后死的时候 像这个李莲茵她的侄子 就是李承武她曾经写过一本书 叫做《爱月轩笔记》 那这一本笔记里面 详细记载着慈禧太后死了以后 她的这个陵墓里面 到底放了哪一些东西 那慈禧太后是被后葬了 所以里面金银珠宝非常非常多 其中有一个就叫做碧玺 叫做碧玺莲花 这碧玺莲花是放在她的脚底下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叫做西瓜碧玺 给大家看一下 所长什么叫做西瓜碧玺 西瓜碧玺就是双色碧玺 你看那个板子上面就这样 就是双色碧玺 所谓双色碧玺 就是里面是一个颜色 外面是一个颜色 碧玺大部分里面都是红的 外面就是这样绿的 就像一个西瓜一样 西瓜切开有没有 这个是原石 对 这个是原石 这原石切开了以后 里面就是红的 外面就像西瓜皮一样绿的 所以说也太神奇了一点 这个外面的没有药 只有取它的中间的这个 你可以一样 那早期的时候台湾 那个中国大陆 其实没有产壁玺吧 中国大陆基本上有壁玺 可是都很低品质 它品质的颜色都很暗很钝 那跟这个不一样 那不就慈禧太后那时候的话 那就是找了一些官员 然后到国外去买这些壁玺回来 对 所有的壁玺 在中国有历史以来的记录 只有慈禧太后开始有壁玺 之前都没有壁玺 之前 目前都还没有看到 所以只有从慈禧太后壁玺 开始传入了中国 好 那这个孙电一后来 把这个东西搜刮一空以后 据传他也搜刮了什么 搜刮了那个慈禧太后 口中的那个月明珠 月明珠 后来据说把它送给了宋美龄 这是传闻 然后那个叶明珠到底跑到哪里 也不知道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西瓜壁玺 西瓜壁玺它书中的记载的话 传言是叫做翡翠西瓜 我不知道那个翡翠西瓜 跟西瓜壁玺是不是一样 这是一个 后来听说那个翡翠西瓜 是送给了宋子文 那宋子文的话 这就是当时的行政院院长 其实那时候就是西瓜壁玺 只是很多人会误以为 上面那一块 因为绿色的嘛 中国人都会把它叫做翡翠 那红色的 因为它包含在里面 所以就叫做翡翠西瓜 好 但是这个翡翠壁玺的话 至今下落何处的话 是一个谜 因为没有人知道 它后来到底流落到何方去 所以呢 从这个慈禧太后里面 搜刮出来的东西里面 其中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壁玺 搞不好你那壁玺 那个当时搜刮来的壁玺 已经改造成你这个 很难讲 因为我是很有福报的人 是 没错 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来 给大家看 你这个该不会是那个 世界名牌的颜色 对 是啊 这是世界名牌的颜色 颜色是对的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放的 该不会是这家公司出产的吧 好 来 这一个呢 是翡翠吗 这是翡翠 怎么那么绿啊 然后呢 这里面呢 这一个 锥子上面 锥子上面的这个翡翠的话 是一个古钱的一个形状 这个也是您自己设计吗 这个也是 这个是比较那种土气的东西 现在是不流行 但是这个很久了 我说它叫这个 富贵吉祥 因为它很华丽 大家都觉得说土气 这种都是 现在都不得了 是有点土 你这个 我说一下 这个东西 我延续庆学刚刚讲的 世界名牌 基本上不太会 有这样子 就是翡翠的玉石 作为世界名牌的通货 什么意思 就是通常世界名牌 都会去做钻石 对 做别的像碧玺 或者别的这种 磕面的宝石 为什么 因为可以磕磕都几乎很像 外表一看都一样 可是玉石 外表一看都不一样 对 所以它很难把它做成 一个通货 就是从一个模式 做出很多件 就变成这样 每一块玉 对 每一块玉 通通不一样 对 我帮你看一下 好的 谢谢 请这个所长帮我们看一下 那这个锥子的话 翡翠醉子的话 贝蒂姐 你那时候的话也是一样 买那裸司 然后自己沾下去香的 对 这是香港的香工 对 那你那时候买那裸司 买贵不贵 这样整个下来也不便宜 大概多少 要一百多万 一百多万 那你旁边 大家看一下 它旁边光是那些碎钻的话 也不得了 那个 我喜欢就是比较豪气的东西 所以旁边香的都不是小碎钻 都是只有十分二十分的东西 贝蒂姐的经常说 探紧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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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 是我喜欢这些东西 其实这个我本来想说 留到我六十大寿的是要带 静姐 你们 你为什么没有 你有没有碰到贝蒂姐那个年代 就是那个秀场 秀场景静 对 贝蒂姐像是到秀场去的时候 人家全部都是高兴聘请他过去的 对…也那时候有碰到 但是那时候我还是新人 真的我有出来 有出唱片 有知名度的时候 碰到工地秀 工地秀那时候是最景气 非常好工地秀 你也是太美秀了 有一天看北庄高庄 那个才好赚 对 那个最好赚 你不是以后跑到工地秀 工地秀我没有 那时候我在香港 因为他们那时候在 贝蒂姐他们那时候在歌厅 都是一个礼拜七天 不然就是十天 所以他们那时候都是整个一档 一档就这样子包下来 对…可是他们连续接着 比如说这一档做完 工地秀比较好转 还是秀场 工地秀比较好转 真的吗 因为你几首歌唱完就走了 就改下一场了 两首就下来… 而且Talking可以短一点 我改时间 我改 我改两首歌 三首歌就走了 在东南亚演唱 到拉斯维加演唱 那都是要一个钟头四十分钟的歌 而且那个事先你要准备 很长的节目 那你工地先不用啊 最主要是你去把歌声 带给他人家看到演员 最主要是人家看到这个小帅哥 人气就来了 听到这个王姐姐要来的话 所有的人都跑来买房子了 对… 那贝蒂姐的话 那时候其实赚到钱 其实我觉得你还满能守的 因为其实很多演艺圈的人 就守不住 后来演员就全部都花掉 贝蒂姐是有智慧的 幸好没有玩股票 对 他真的是有 你没有玩股票 我不会 我这个赌啊 喝酒抽烟都没有了 我都没有了 好 来 是 好 好 所长看得非常地仔细 好 所长看完 看得非常地仔细 好 我们请所长来评估一下 这个是翡翠的最事 好 可以吗 所长 可以 来 我们就说实话了 好 好紧张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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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你这样 因为你是个老实人 你这个突然间我心蹦蹦跳 好坏 贝蒂姐 你这个如果买错的话 前面这边全部都 全部都赔回掉 因为你这个买得很贵 100多万 好 我们评估一下 翡翠最事 目前市场上行情价是多少 请见价 三十万 三十万 哇 为什么 我还是说实话 是 好不好 是 而且我说的三十万呢 我觉得它的钻石这个部分 是二十五万 哈 这一块有问题 那你那个 你那个翡翠只值 好 你看 这个翡翠我们现在看是绿的 对 对 我们现在照上去以后 它的底部 变成了有一点点黄黄的 好 你说它是放胶在上面 对 然后我解释给你听 好 背面呢 封底 封底 对 背面封底 正面看 我们从侧面这样子看 是薄片 好 侧面看是薄片 背面有封 底部有封底 正面看呢 我打光下去 现在看一个颜色 打光下去看以后呢 底部的黄色跑出来了 这是有胶是不是 对 意思就是什么意思 它本来是一片薄薄的一片玉石 然后呢 它把它贴在下面那个 那个 胶上面 把它用胶 黏在下面这个金属上面 就黏在这个金属上面 把它黏在这上面 然后 很有可能 是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办法看到了 可是 很有可能就是 它的绿色 很多的绿色 是胶的颜色 好 所以 石头本身 是一个薄片 而且透明度够 然后我们靠胶的颜色呢 把它提出来 它的颜色看起来更绿 更漂亮 所以很有可能 我明白 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买这个东西 有的时候是 亏了钱 然后再学经验 因为这个东西 说真的 买了到现在 戴过两次 对 那我是感觉啦 我任何的东西都是厚厚的 大大的 很结实 这一片是 比较薄 对 比较薄 如果它有这么样的面 因为它比50元的那个 钱币还要大 对 还要大 如果是厚的话 那就不一样 对 那因为如果它是厚的话 第一个我们可以确认 它不是靠底部 它现在可以确认 就是它是靠底部 那靠底部 除了透明度以外 还有靠底部的颜色 上来的 所以这一块 应该是有问题的 但是它是A货 好 现在这样子 因为这个上面的时纹呢 已经看不到 那我的看法 它应该是B货 好 时纹已经完全看不到了 然后又靠底部的颜色上来的 那 可是我是这样子看 无论它是A货或B货 大概也就差了几万块钱 因为即便是A货 我刚刚说 我的五万块是给它的 即便是A货的价格 极限的那个 对 已经到顶了 所以它有可能是B货 有可能是B货 有可能是B货 就是主要它太薄 所以说买的时间 跟自己的判断就在这边 我发现那个玉石 真的是还蛮有学问的 不能只看那个表面 你看我刚刚看那个 所有的这些首饰的时候 我觉得这一颗光彩多目 又那么大颗 但实际上 你仔细下去看的话 它有很多的缺点 所以不要只看那个表面 很豪气的感觉 对 这个 这个是以前流行的事 对 以前了 现在已经没有了 现在珠宝店 大概也不会出现 对不对 你说出去表演 对啊 表演是不敢带这些东西 不敢带这个 因为这个太昂贵了 应该会更假的 对不对 应该是带一些 不过我以前在演那个 王昭君 还有演那个 大汉春秋歌仔戏的时候 我是用比较便宜的这种去带 因为我演太厚 但是我还是用真的 真的 只是比较没有那么昂贵 但是我还是带真的 对 好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的话就不得了了 哇 本节目好像还没有出现 那么大一颗的钻石来 这么大一颗的钻石的话 是贝蒂姐带过来的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这个当时是怎么来的 送的吗 不可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这一生还没有人送过 这样的东西 没有人送过 很少人送这样的东西 没有 也没有送那么大吧 对 但是也没有 因为我长得就不需要人家送的 真讨厌 而且他送的也不会比你自己的大 而且这个真的 这个应该也就只有贝蒂姐 这个 能够有那个豪气买下 这伍克拉的钻戒 那时候伍克拉的钻戒的话 你花了多少钱 一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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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前 你才买一百八 一百八 几年前啊 差不多有二十年 一百八 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 一百八十万 买裸赚是不是 真的还假的 这个珠宝店是瞎了眼了吗 对啦 也是人家缺钱嘛 真的啊 可是一百八 很多人会排队耶 他随便也 所以我就说 我住进的那个房子 有一个师傅到我家 等一下 我还是很有兴趣的是 这个珠宝店 现在还在吗 真的 赶快告诉我们大家 对 你现在可能 还可以再去跟他买 可是你二十年前 现在大概也很难买到这种 二十年前一百八 如果买房子的话 你看现在多可怕 不会 不会吗 跟这个比 那是小屋见大屋 真的啊 如果你用一百八 如果你用一百八 不过我们要先确认 他是真的还假的 我们要更要小心 还有我们大家讲的这样子 天啊 这个一百... 那个伍克拉的话呢 搞不好呢 都是见解几栋房子的这个价格 二十年前的话 一百八你可不可以买到 台北市的一间房子 没有啦 店面了 也没有 一百八也没有 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可能也买不到 没有了 二十年前没有 那个房子差不多 一坪也都要十几万了 一坪要十几万 那时候一坪要十几万 一百八 一百八你下去买房子 好啦 给他算 算买个二十坪的房子好了 二十坪的房子 台北市的话 现在也... 也可以增值到一倍了 我介绍一下 你那一百八十万的 我们说这个钻石是真的假的 其实观众朋友自己用 十倍的放大镜也可以看 第一件事情 钻石是真的话 这个交界 我们说的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是一个交界处 面与面的交界处 这个也是一个点 这边也是一个点 好 这些交界处 这是切割的地方吗 对 就切割的地方 面与面交界的地方嘛 那这些交界的地方 还有像这个 要尖 它全部要尖顶尖 那大部分的假钻石呢 不是大部分 9乘9的假钻石 还有0.1的我没看过 那也就是说 所有的假钻石 它都是圆弧的 它尖顶尖的地方不够尖 都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 像我们现在这样的话 是一个交叉 比如说是一个交叉 对不对 这边是尖的 那大部分的假钻石呢 它是 你知道我意思吗 然后下面这边就是圆的 这样子 不会有那个对角线出来 对 不会有那个对角线 它是因为音度不够 才见不清 对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伍克拉是真的了 现在是真的了 现在是真的了 不得了 这个专家真是不得了 这个我比较放心 人家这个锤子我自己敲 好 来 给你自己敲 来 你自己敲 我喜欢黄所长 它的针 就在这个地方 刚才他一说了 我看他脸我就知道 这块有问题了 那这个呢 我就放心大胆地敲 来 直接 而且还没有敲之前 来 你自己敲呢 你买180万 就上面这一刻 就五刻他的 180万 别的我们先不谈了 就那一刻 180万 您自己评估 刚刚已经说是真的了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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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让专家来那个 现在的价格好不好 好啦 那你敲 好 来 你自己敲 观众朋友 有人有分 大不到的相分 你不要敲过来 跳喔 五刻了 八百万 现在多少 来 请见价 天哪 这一栋房子耶 怎么会这样啦 怎么可能 一定要买珠宝到哪里买 就在你们家巷口那一家 珠宝店就会有 好 来 我们评估一下 好 这一个呢 是红宝石套主 那静姐呢 当时是15万借给她的朋友 现在呢 这个目前市场上 行情价是多少 请借价